富人骑车直接压上斑马线 违规的行径全都被科技执法拍得清清楚楚 这里是仁二路IE路口 被警察局列为十大一兆四路段 近年来交通事故频传 每年都有七十多件的事故 金融警方一口气设置了五个点 全面拍摄违规 九月上路五天内就拍到了两百六十件的违规 裁罚金额超过十五万六千元 但民众听到这个数字很不是滋味 太夸张 抢钱抢太凶了 你说禁止左转合理 你这边只走到火车站 不然人家走都不对 路段如果又有公车执行的时候 那会常常造成驾驶 就是比如说它的内线车道 变成左转车专用车道的时候 变成是一个陷阱 那这种的地方 这种的陷阱其实在基隆市太多了 人二爱一路口的科技执法设备 从九月一号起开始执法 统计到九月五号 总计举发了两百六十件 那这一个路口的主要一个违规形态 为违规回转以及违规的一个左转 主要是违反道教条例48条以及49条 在设有禁止左转以及违规回转的 标志路口的一个违规行为 这个路口近三年统计 平均每年发生七十余件的交通事故 目前本市上游的一个科技执法设备 分别为人五路的公车停靠区 以及东岸高架桥进行大货车 还有台六十二线的区间测速 以及人二爱一路口的路口科技执法设备等四处 警方强调爱一路位在东岸高架桥下 桥墩影响到视线和行车动线 驾驶人为了贪图方便 直接从桥墩违规左转或回转 导致意外频传 虽然三百公尺前有设置告示牌 但民众经常视而不见 在这里呼吁民众 其实警方在交通执法上 执法只是一个手段 我们的目的是希望能够维护市民的一个安全 本处的一个车行动线主要是由市政府交通处来做一个规划 警方依据入口的一个形态 在保障市民的安全下 我们采取相关的行务作为来维护市民的安全 警方说科技执法只是一个手段 希望民众慢慢改掉贪图方便违规习惯 才能够确保行车安全 记者黄绍明金融报道 稍后 稍29